大家好,我是Steven,中国大叔在越南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越南更换了国家主席 它带来的深刻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是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第二是对台湾的影响 之前我们有了解到越南对中国大陆的游客 只开放飞机旅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到越南找老婆 撩妹 还有很多人怎么讲 给人家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有很多越南人投诉 这个上升到外交层面就比较严重 所以越南采取了限制中国人入境的 刚开始的时候只允许飞机旅行 因为飞机旅行的话 起码说明它经济实力还可以一点 但是后来又逐渐开放了口岸旅行 这个是国家新主席上台之后开放的 中国大陆开放的新的口岸有两个 那大家知道中国和越南有很多这个省呢 这个省呢是相连接的 中国的云南和广西两省和越南的 天边省 来州省 还有呢 老街省 高平省 河江省 亮山省 广宁省 等等 七个省 那有口岸 但是现在呢 只开通了两个啊 那云南河口的口岸 还有呢 广西的东兴口岸 这两个可以持旅游签证的 两边来回走 那以前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大陆人过来呢 即便是旅游过来 只能办15天的签证 台湾人呢 可以办理 一个月 30天的签证 当然这个是新的主席上台之前 现在呢 新的主席上台之后呢 现在这两岸的 这个签证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真的是此消彼长 那一面呢 开放了中国大陆的游客 来越南的 这个通道 以前只有飞机 现在呢 口岸也可以开放了 之前呢 所有的口岸 只是允许商务签证的 做生意投资的 包括留学的 还有这个旅游的 探亲的 都不可以 现在好了 现在开通的两个口岸呢 无论你是探亲 商务旅行 访问都可以 那这是中国大陆这边 而且呢 签证时间也从原来的15天提升到一个月啊 当然 我们这一个月呢 它是 有 怎么讲的 有浓缩的 有缩水的 因为他们所谓的一个月呢 就是连算上给你办理签证的时间 因为在越南的话 办理签证的 正常时间是5天 可以说就是除去5天的办理签证时间 你真正有效能待在越南的是25天 那这是一方面 当然比原来的15天还是好了很多 很多人呢 他可以更长时间待在越南 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特别是那些呢 想多了解越南的 那他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那台湾的签证的 越南呢 给他们进行了收缩 那原来的话是一个月 因为我办过一些嘛 就比较了解 比如说2月30号申请的 到3月30号 那这是一个月的 而且时间是完全就是 不包含办理时间的 整整就是30天有效期的 但是现在呢 越南的国家新主席啊 软武闻赏 上台之后呢 政策发生了大的变化 大调整 武闻赏呢 是越南海洋省的人 那有人说他胡志明的 他拿里了 咱就不讲了 嗯 他上台之后呢 这个政策 确确实实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那有的朋友说 越南和中国都是共产党 因此呢 他会倾向于中国大陆 所以呢 收紧台湾 放宽大陆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已 可能大家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从2009年的时候呢 每一年越南可以获得 中国大陆的3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而且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然了 它是有要求的 就是不要站队美国 或者是在东南亚跟别的国家争吵的时候 保持中立就好了 越南也是非常务实的一个国家 那你给我钱 我帮你喊喊口号可以 只喊空头口号没有问题的 这种事情啊 他是很愿意做的 但你要说具体的提供什么帮助支撑 那是不可能 好 那这是在大陆这边 那台湾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原来的话 我们是一个月 现在呢 缩短到15天了 那前面我有讲 大陆这边呢 是有提供军事援助 这只是一方面 再二方面呢 因为越南 他们国家领导人呢 更注重老百姓的实际生活 老百姓真实的感受体验 因为大陆和越南的海外贸易 非常 这个国际贸易非常平凡 而且交往非常密集 大陆到越南的话 每年 在过去几年呢 它已经突破了2000亿美元 这个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和周边14个陵国 陆上邻国的所有贸易额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是人口比越南多的 还是面积比越南大的 有额国 印度 巴基斯坦 那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越南和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 贸易量大 在越南的话可以说 日常生活啊 可以说大的到洗衣家电 冰箱 空调 小的到针头线脑 甚至桌子上的筷子碗碟杯子等等都是呢 从中国大陆进口过来的 那如果是这个卫生间就是洗衣卫浴 全部都是广州佛山的货 所以说大陆和越南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规模非常大 它的影响呢 相对会大一点 那过去五年呢 有113万家大陆企业迁移到越南 这数字实在太吓人了 当然其中绝大多数 占到九成以上的是台资企业的从大陆迁到越南 当然大陆本身的这个做加工的 比如说给这些外资企业做加工的 那处于产业链这个下游的 它也有搬迁到越南 因为越南跟美国签署的有自由贸易协定嘛 90%以上的商品享受免关税 而且2021年的时候呢 越南还获得了这个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协定 它也享受越南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 90%以上的免关税 所以这两项呢 这两项政策呢 就造成了大量的大陆的企业家 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搬迁到越南 那在越南的这个用工成本是相对低廉一变 越南的工价的话 那差不多是大概2500人民币哦 应该是1万台币不到差不多这样的水平 当然这种呢是加班的哦 嗯普通的话算是800万越南盾哦 这样那如果是在工厂呢 在加加班也能拿1000万或者900多万也正常 反正一般呢 我在河内 越南首都河里 这边呢差不多基本工资呢 就是比如说做服务员或者是咖啡馆的这个服务员饭店的 基本上都是加加班有七八百万这样 那第一方面呢 我考虑的最重要可能就是两边的贸易哦 贸易规模更大 人员往来那比较频繁 第二点是什么呢 可能是人员往来啊 就是更密集 那一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越南的官方统计呢 只是从河口口岸入境越南的大陆人呢 就超过10万 还没有计算东兴口岸还有坐飞机来的 所以这个大规模的人员往来 它也是一个考虑的重要的因素哦 所以我觉得总结以上哦 对影响比较重要的是 越南的新的国家主席上台之后呢 那采取的政策变化 那第一呢 就是两边的贸易规模 比较紧密哦 再有呢 就是很多企业啊 它转移到越南的 需要来回的 出差来回的往返 那为了更方便人员的往来 那其实我知道 有更多的越南人 也是在台湾打工的哦 有很多在那边做护工的 在工厂有做工的 那也有一些驾到那边的 当然了 可能很多台湾的朋友呢 还不知道 其实在越南呢 过来的台干也是蛮多 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打工的越南人有几十万 但是呢 很多人他不知道的是呢 在越南的台干呢 也有数十万 好 别的地方不讲了 就光河内这一个城市呢 就超过了十万 呃 台商 那有在这边经商 开办公室 做咨询公司 有开饭店 餐厅奶茶 那有做商会 等等 各种都有吧 加起来 超过十万哦 因为在二零 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河内大学的教授呢 他做的调研 当时呢 在河内的台商呢 就超过九万人 但是过去十几年 绝对只多不少 所以我相信 一定是有超过十万人的 那这只是河内一个地方 越南北部台商比较多的 北宁 北疆 海洋 海防 好 还有四个地方 那南方比较多的 胡志明 呃 同奈 还有呢 这个头顿 平阳 南方的四个比较多的 这几个地方加起来 在越南的 可能呃 台资企业的管理呢 还有相关的人士呢 也是有几十万 越南毕竟比较大嘛 越南的面积差不多有 台湾的面积 大概十倍不到 九倍多一点 但是呢 越南的省比较多 有五十八个省 然后五个直辖市 所以几乎的话 每个省都有 大大小小 呃 总结下来呢 差不多就这么多 那这是越南呢 就是台上的一些情况 包括现在呢 就是呃 越南新政府上台的 一个政策变化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 那我希望真的是无论是台湾 还是越南 还是呢 大陆老百姓呢 能更方便交流交往啊 你作为老百姓 我们管不了上边那些 可以说高层 但是我觉得哎 起码可以用自己的一己之力 让老百姓呢 了解更多的资讯 出行呢 旅行啊 找朋友 交朋友呢 更方便 更便利 好了朋友们 啊 今天是 这个 三月九号了 那这段时间呢 气温还是很舒服的 也是最适合到越南游玩的季节 那每天呢 二十四五度 啊 Steven在越南首都核定 一如既往的 祝大家生活愉快 呃 身体健康 万事如雨 好运连连 好了 我们有一个台中的朋友 呃 刚到这里 我现在准备去 呃 谢谢他 请他品尝一下越南特色咖啡 好了 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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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